嘩嘩嘩 韓式薯仔芝士煎餅 芝士真的一樣很神奇的東西 下了芝士之後什麼都好像好吃 好像這味由韓國來的煎餅 就算只是簡單倒得薯仔和芝士 都一樣引到你流口水 今天做的這款芝未得來 你看完還會有驚喜 煮之前可以在鍋裡加點水 煎薯仔用常溫水煎 就不怕煎出來內脆外軟 上手加點點鹽下去攪勻 等薯仔有一點點味 還可以快點熟 薯仔買回來怎麼都有點泥 洗乾淨劑皮之後 我會在切之前再洗一洗 不怕吃泥落土 做薯蓉的話 連隻煎薯仔都可以 不過我貪快就會將它們切片 切到大約半厘米左右 直接夾到剛剛的煲水就可以拿去煎了 蓋著蓋開大火煮到水滾 水滾之後計 用中火蓋著煮大約10分鐘左右 煮到薯仔軟身就可以拿起來了 拿起薯仔的時候盡量隔乾水 如果不是薯蓉出來就水滾滾了 放了薯仔在盤子裡之後不要等 最好趁熱壓爛它 動作的薯仔壓出來的薯蓉好容易起粒粒的 把薯仔壓爛做薯蓉之後 就可以加粟粉、鹽、糖和香蕉碎拌均勻 這個時候薯蓉還是很熱 要攤一攤才可以用 不想攤到乾的 用保鮮紙蓋一蓋就可以了 等薯蓉攤凍的時候 可以先預備一些芝士碎 你們可以選自己喜歡的口味 我今次就會把煙燻車打芝士碎和水油芝士碎混合 攤到薯蓉沒那麼熱 攤得來都不會辣手的程度就可以開始包 這個份量可以做到10個板 我會把薯蓉分成10份 拿一份在手上扁扁之後 放芝士碎在中間包起 賣了後不用拆 就這樣攤下攤下 攤到它整整齊齊圓滑滑滑就可以了 在平底鍋裡用中火熱了油之後 就可以放些餅下去煎 每面煎4分鐘左右 煎到兩面都金黃色就可以了 不過餅未煎透很容易變形 如果你的鍋不是很大的就分幾次這樣煎 小心不要不小心按慢它們就可以了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這味道是素食來 但是你未必看得出 今次用的是純素芝士 即是連奶都沒有下的純素產品 它們來自香港品牌純素盟友 純素煙燻車打芝士碎和純素水油芝士碎一樣 都是100%植物成分 令蛋過醇之餘又沒有反式脂肪 兩款都是在紐西蘭製造 裡面都沒有大豆、堅果、膚質等等令不少人過敏的成分 雖然用了椰子油來做 但吃落不是椰子味的 兩款浸芝士味都挺像真 尤其是純素煙燻車打芝士碎 聞落和食落都有浸煙燻芝士味 它們除了開袋即食 還可以當普通芝士碎用 熱食比凍食更加像普通芝士 易用的特性 拿來做芝士醬、Pizza、焗飯都一樣可以 嘟嘟嘟吃過煎餅的時候 就吃不出這些是非一般的芝士 不知道你們又會不會吃得出呢? 嘻嘻